來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真美好 我是今天外景代班主持人Alan 最近適逢我們夏天的到來 然後我們颱風不斷 暴雨不斷 那我們要如何呢 可以在連鎖的賣場 也可以買得到非常安心的食材 以及我們品質上面有保障的食材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 我們在賣場裡面可以看到哪一些蔬果 是讓我們可以讓我們吃得很安心 而且價格聽說也沒有波動很大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透過我們上面的QR Code 看看它可以帶來給我們什麼樣的資訊呢 今天我們Alan要帶我們去哪裡 聽到請你坐一下 安全 安心 嚴盡 我們真的看得到嗎 我剛才掃了QR Code 怎麼突然來到這裡 這裡是 歡迎來到我的小黃瓜園 這也是烏日區傘下班第一班 我們這邊是種子 以色列的水果小黃瓜 那吳大哥 我看到就是手機上面有很多的資訊 那上面到底有哪些資訊呢 那你要跟著我做啊 好 我像我現在做的是要施肥 是 這叫追肥 我們的肥料溢肥就是這樣吃的 可是心裡要默煉喔 不是隨便斷絲的喔 我們每一株都是要停留三秒鐘 那三秒鐘就大約我們每一株施給牠300cc的液肥 所以追肥是什麼 追肥跟施肥有什麼樣的差別 追肥就是說我們成長中還要讓植物在吃肥料 讓你的果實還有植物成長都比較健壯一點 像現在連續下雨天啊 我們現在要做養根的動作 會施一些有育菌 像木莓菌 普特菌這一類的 那像最近的這樣子的大雨啊 對於我們的作物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一定要排雪做好 不然這個瓜類啊 遇到雨啊 很容易就會產生異病 讓它植物受損死掉 就會生病這樣 對 然後因為我們如果不補肥 這個葉子就不過濾 不過濾它累積的那個月綠素不足 它產生的養分不足 它開花就會卸掉 就會造成我們的產量不足啊 甚至植物都老化掉 妳要不要試試看呢 好啊 沒問題 好 交給妳 沒問題 所以是3秒鐘對不對 對 心裡要5秒 3秒鐘 1 2 3 我說這個好難喔 我好像管線拉不太多 對啊 這個有點重 現在這片餐廳已經要採收了 讓她的捷歌 願意讓Alan在餐桌獲白目 我看Alan你做到兄弟吃了 你還是好好主持 這個樹葉有專攻 不是像人想那麼簡單 你還是把東西交回去給捷歌吧 大哥這個好難喔 我看還是交給你好了 對啊 有點費力 你交 來 我來體驗一下就好 好 大哥那你知道有小黃瓜 有哪一些的用途嗎 這個喔 我都叫它捷瓜 捷瓜 捷瓜 五松嘴 五松捷 種的瓜 就叫捷瓜 了解 這樣子喔 大家才吃到我的好吃的瓜 都會認識我 它適合做涼拌 甚至醃那個脆瓜都很好吃 這個 它的味道比較甜美 它很開胃喔 如果老人啊 那口味很 口味比較重一點 你如果這個把它剉槍啊 加一點芝麻醬給老人吃 它馬上就餵皮就開了 那大哥我想問一個 比較尷尬的問題 小黃瓜的台語怎麼說呢 你想呢 這個小 你 小 橫 沒有人這麼說的啦 這叫刺瓜 刺瓜 比較大的 人家說這叫刺瓜 刺瓜 這叫刺瓜 火鍋 對 刺瓜 對 有標準喔 對對 就是有這種講法 一大半小黃瓜都是講火鍋 火鍋啊 對 這樣我以後去買菜就知道 我要那個火鍋啊 對 好 這小黃瓜現在的是最新鮮的 要不要試試看 好啊好啊 可以 我幫你摺一半給你吃 好 哇 這很香喔 很脆耶 又很甜 又很甜 對 水分很多 嗯嗯嗯 你早上吃 我每個甜點喔 嗯 你如果做得很累 吃了一根 你馬上清晨就可以 真的耶 很甜 而且其實我最近在減肥 這是有達到減肥的效果 你可以把它達到早上 早餐 嗯 好吃 吳大哥這個小黃瓜這麼好吃 那到底是怎麼種出來的 就是要採光好 通風好 然後 要七分加 才會 才有辦法有收穩成功 所以它也是個浪漫的瓜 對 每天都開黃瓜 嗯 嗯 那吳大哥我想詢問一下 像我們今天做了這麼多的事情呢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讓民眾 一般消費者知道說 你們在什麼時間點做的這些 你們聽說要登打對不對 是 我們採教履歷啊 每天的工作失去 工作程序啊 都要登陸電腦 啊以前啊 我們就是說 把生產紀錄簿寫好 然後 晚上的時候 在很累的時候 才去登打電腦 可是現在我們不要了啊 我們現在只有這個手機 嗯 現在這個軟體已經開發到 只要我們上 上行政院農委會的那個 產校履歷輸入那個網站 登陸 就可以直接輸入他的資訊 嗯 那吳大哥你是不是可以 稍微來幫我做一下介紹 就是我們用手機可以怎樣做登打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 產銷履歷系統 做產銷履歷登陸 現在在手機上就 或是APP上面就可以使用了 現在電腦 不只可以趕頭刀 也可以在電腦上下 做記錄 農委會 現在提供的網站 農民可以用自己習慣的方式 在上面打資料 可以讓農民 可以輕鬆完成在餐桌的管理 不只可以讓記錄保存 方便農民水中以前的資料 也可以讓消費吃 看得對 吃得對 就是我們每天 我們這樣整理說 把做 要做的事情 紀錄起來 甚至把問題 把它拍照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坐在這個 回去 馬上輸入 然後就是變成我們的紀錄 所以民眾在 就是我們的QR Code上面 就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烏日蔬菜餐餐 第一班 胡松姐生產的作物基地 這裡有種番茄 小黃瓜 玉米 然後哈密瓜 香瓜 種了非常多的蔬果 然後都是有產銷履歷的 所以可以讓我們的消費者 買到的非常的安心 吃到更安心對不對 是啊 只要你認明產銷履歷的蔬果 一定會有保障的 嗯 產銷履歷的溯源 除了可以看到 採取機的總控 也可以了解 剛開始前的過程 可以說是 很完整的追溯系統 那接下來 QR Code會帶我們去哪裡呢 那這邊我們栽種的是 我們栽種的是 小黃瓜的幼苗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 都是小黃瓜的幼苗 對 那王大哥我們現在 要怎麼樣就開始種植呢 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從苗場拿回來的 苗啊 都是這樣一整盤的 然後我們就挖一個洞 然後你要大概記住說 它這個洞的大小 嗯 就剛好 可以放進這個 這個叫做血盤苗 這個培養土的根部這邊 然後我們就把土覆蓋回去 然後大概稍微蓋住一點點就好 不用蓋住太多 這樣就可以了 哦 所以我要挖多深啊 就是 嗯 大概的話 像一般小黃瓜 這應該大概有三公分 大概要挖五公分左右 好 放進去稍微埋起來就好 好 浸過年沒有祕訣 就是用心照顧 用愛關懷 看黃大小 跟餐廳 用到那種很多 那種乾淨 它的照顧之下 人家的過年 也一定是補下去的 我已經等不久 去採取的那一天啊 好 等它收成的時候 我要來採這一株 好 三十天 三十天 對 好 一個月後見 對 過年一米大一村 一個月之後 一定可以生得有更漂亮 有更好吃 欸 大哥 現在這個是什麼聲音啊 聽到的這個就是 我們每天定時給肥給水的設備 滴灌系統 所以它其實每一株 都會有自己滴的地方對不對 對…它這個孔徑啊 它有好幾種規格 然後我用的這個是 二十公分的規格 然後它就是每個二十公分 它會滴水 對 那水量是固定的 喔 水量是固定的 所以其實你們都已經設定好了 讓它自己就是 開始做施肥的部分 對…每天固定施肥 所以這樣子 它就是吃的營養很平均欸 對 沒錯 嗯 王大哥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要做的是 我教你整治 因為小黃瓜的話 我們除了母蔓 每個結尖會有刮 然後我們的重點 刮採收的部分 它是在側芽的部分 那像因為我們這個 植株已經比較久了 有時候我們會整治來不及 對…所以說 我們像這個 側芽出來它就直慢 直慢之後我們把它 一葉摘芯 就留一個主葉之後摘芯 它又會有孫慢 增孫 然後現在已經到第四代 第五代 我們會… 要從這邊再把它摘掉 因為做這個動作的話 它是要把那個… 它所有的營養 留在這一條瓜 所以它才會長得比較漂亮 然後營養比較… 對 它才會營養 它才會營養集中 剛才我們說到整支 因為一般小黃瓜出來 它的側芽怎樣 一般新手的話 像我一樣 我會搞不清楚說 我大概要從哪裡 把它摘…摘側芽摘掉 然後我老婆剛回來的時候 她很熱心 然後她就說 這個故事有點出賣她 她就是說教我… 教我教她 然後教一次之後 她就說她會了 可是密密麻麻的側芽 她不知道說 要從哪一個點下手 然後她做了一段之後 我過來看她 就把我趕走 趕走之後她… 她就說 你如果不放心的話 我就不做了 然後我們就寄予放心她 讓她做 結果我出來之後 整…大概有五六排 全部側芽都不見了 那不就… 沒刮可以收了 對 然後再等…等到她… 她…她有新的芽點出來 比較上面的機會 又有側芽出來之後 我們才有那個側芽的刮可以收 還好你跟我講了 不然等一下可能… 我下手的時候也… 不會 就留下來 出手太重的話 留下來煮飯就好 煮飯就好 好… 我可能等一下就要留在這裡 其實她有點像是 主要的豬 然後再來就是分支 長出來對不對 母曼… 母曼之後就側芽 因為她每個結尖 她大概… 夏天的話 她每個結尖 她只會長一條瓜 那如果冬天的話成長點比較慢 她生長比較慢 她有可能會在第二條第三條 那這個機會是在夏… 冬天比較會 夏天就… 我們刮龍一般採收的話 以我來講 我都是側芽的部分 刮她是量最大的 喔…了解 所以就是每一組 我們都要把她的… 就是最主要的精華留下來 對不對 對 因為她… 你如果那個… 生長點沒有把它製直的話 她一直往… 往上生長 你會發現 她側芽那麼長了之後 她最… 她離母曼最近的瓜 都會流骨 來… 來 這一桿 這樣… 對… 就把它折斷 對… 對… 這樣子成功了 這個有85分了 85分 王大哥 那接下來 我們這邊要做的是… 教你怎麼採收小黃瓜 然後… 然後就是說 看她… 看她大小如何… 採車… 才可以… 才可以說… 採…採果的動作 像這一根的話 欸… 就是今天採剛好 然後… 一般的話 我們就是… 像你在賣場看到的小黃瓜 我們的規格啊 就是大概在這樣子 長度 然後… 大小胖度 對… 然後… 欸… 用手這樣子就可以輕輕地把它剝下來 對… 這樣… 所以大概是一隻手的長度 對… 我們的直徑大概說 拿捏在… 18公分長度 在18公分到23公分以內 然後… 我們的直徑啊 我們寬… 我們胖的直徑 我們抓在3公分以內 我教你怎麼採小黃瓜 那我們就是… 大拇指跟中指握住它這個… 果餅 接近果餅的地方 然後… 小黃瓜稍微往上彈 是 然後我們… 就是… 一個動作 往下… 它會斷 如果沒有斷的話 我們… 再… 反方向一次 這樣子… 它傷口就不會太大 喔… 賣相比較好 喔… 這樣子賣相是因為比較好 對對對… 那因為像這個的話… 傷口越大它越不容易保存 喔… 所以我們就是… 也… 就是有關於保存的部分 所以讓它越小的話越好 對… 這個長度… OK 有…合格 這個寬度… 也合格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 握著… 然後… 左邊… 欸… 斷了… 這樣子嗎 OK 會不會太大的動 80分 有…80分 接下來這個動作是… 我們…分級 喔…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做挑選 就是… 小黃瓜的部分 對… 就是剛才有跟你講到說 我們有直徑啊…長度啊… 然後大概這邊有畫一個圖啊… 就我們… 自己一個基本 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 交給公司這個示範是A級瓜 對… 我們初步分級之後啊… 我們會交給包裝廠 去再進一步的那個… 處理包裝 哇…王大哥 我沒有想到我今天少了一個QR Code之後 就來到你這邊 然後全部都做了一次 喔…當農民真的很不簡單 很累耶 不會啦… 只是… 我們現在就是… 你看到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因為我們… 為了讓消費者使用安心 我們導入了產銷履歷 讓消費者吃得健康又安心 嗯… 所以…喔…對啊 就像我… 掃完QR Code之後 就可以看到你們整個的沾種方式 然後的確… 我在買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喔…原來你們是什麼時候種的 然後怎麼種的 然後裡面濕了肥 然後有做了哪些事情 真的是吃起來比較安心喔 對…沒錯 嗯…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跟著你的小黃瓜 來到下一個地方囉 團體嚴重是由全人付出控管 在這三角加工庫料喔 經由人工競選自己去保護 讓產品的外觀更加美麗 全業分工的油店 也讓農民更加全身體的產地 作業 不用再操環 產品買不去哪裡 全人控管的好處 就是農產品去中 買不買保養 不用環擾產品買不去哪裡 也有全人扶持機囉 讓消費者看得到吃得到 這也是產銷裡你的用心 和保證 哇…今天累了一天 終於回到我舒服的床上了 還好今天有從田裡帶回來的小黃瓜 来服务一下,让我美白一下吧 真的是累了一天 主持人这就要睡了 哇,没有想到 从卖场呢,扫了一下QR控 就跑到了产商履历的产地 看到了农佑是谁 怎么栽种的,整个的栽种过程 原来啊,都藏在那张贴纸里面呢 农民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让我们今天呢,就来做一下 我们炎炎夏日,会让我们胃口大开的美味料理吧 那今天我们所准备到的食材呢 由我们今天的主角,小黄瓜 我们产商履历的小黄瓜 以及呢,我们旁边这个是雪香醋 它这个雪香醋呢,它是采用 就是由五穀杂粮,果实,香菇 然后是随着四季的变化 选用当粒食材来做自然发酵的醋 好,以及呢,我们要做到凉拌的小黄瓜 会使用到的蒜头 辣椒 那我们来处理这些配料吧 登登登登登登 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切片完成了 谢谢我们的小帮手 那紧接着呢,我们要进行到下一步步骤咯 首先呢,我们将我们快撞的小黄瓜 然后放到我们的玻璃保鲜盒里面 全部放进来之后呢 紧接着加入我们的盐巴 大致上就是给它两大匙 因为我们的盐巴呢,要让我们淹的小黄瓜整个做出水的动作 然后加上将它的盐份撕住在我们的小黄瓜里面 好,我们整个放进去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摇一摇 那我们就是把它混合的差不多之后呢 紧接着我们再次打开它 然后把我们的辣椒放进去 然后把它就是摇均匀 然后做冷藏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吃了 整个的凉拌小黄瓜就这么完成咯 那其实我们从产地到餐桌呢 就是这么的简单 现在产销履历的餐品 不仅有进户到推销、宣传 还可以優先在百会公司大门店做打买 而且也有加菜金、抽种多少人可以参加 一直到10月31号位置 真的是忘了减少口 现在来听看看苏长对产销履历的介绍吧 产销履历对消费者来讲的话 你只要认定这个产销履历的验证标章 然后你就可以很放心的买很安全的吃 因为产销履历的这个标章 事实上在生产之前 我们就已经透过公证第三者来做水、涂 以及所有的生产资财 还有生产过程当中的这个记录的检查 所以完全要按照梁好龙的格换 同时到最后的产品也都是抽烟没有问题 你之后才能够核化这个标章 然后标章都是前一天晚上所印识的 所以消费者你只要选择这个标章的话 就可以得到你购买了之后 你身体还有全家人或者是你跟你的亲友可以分享 绝对是安全安心而且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主长你是不是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一下 产销履历是什么 产销履历就是农产品的身份证 那农民他所用的地一定要是合法 他生产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良好农味规范来生产 那生产的过程一定要做记录 而且这些记录必须要上网 那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经过公正第三者的验证 那验证之后完全没有问题才可以贴这个标章 所以这个标章一贴出来就代表农民很用心 然后公正第三者非常谨慎 然后政府也非常的这个全力的来协助 那消费者就可以安全安心 而且可以很大胆的你就可以买到物操守值 绝对不会去有药物残留 或者是买到外国进口的烂鱼充素的东西 谢谢 产销履历呢其实它没有那么的困难 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透过了产销履历这个贴纸 然后串联了我们从农民到销售的人 以及到我们的消费者 它将我们三个串联起来 爱护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那有了产销履历呢 我们生活真美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